郭政亮 郭委員 郭政亮 郭政亮 郭議員 郭政亮 郭政亮 郭議員 郭政亮 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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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慶富汗是個弊案 然後就來討論 好像公國行庫的董總換人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你現在怎麼可以又讓某人回來 我覺得這樣的理解 恐怕不是真相 可是我坦白講 我比較有興趣的不是誰回來啦 或者是誰上任 事實上我比較教區的是 這個因為義營當時是主辦行嘛 是 所以義營事實上受到的創傷也最重 是 那林維受命來的是董瑞斌董事長嘛 是 那坦白講我們這新任的三個董事長 我們台氣營黃柏宇表現得非常好啊 我們看到台氣營 非常積極對中小企業 對中小企業非常積極 雷仲達和顧也表現得不錯 所以他們都沒有換啦 董瑞斌 坦白講人家也是兢兢兢 把義營給穩住啦 坦白講大家對他的表現也蠻肯定的 可是 卻被換掉 坦白講我們是感到很教區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總要給人家一個原因嘛 我聽說他已經在家裡一個多禮拜還找不到原因啦 他不知道他犯了什麼錯啊 那人家表現得不錯啊 沒有一個多禮拜啦 還沒有是 可是之前可能有聽到一些風聲啦 所以已經痛苦一個多禮拜 對他的肯定是一樣的 是 那因為今天你們那個長次阮清華沒有來了 因為他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另有任用 喔他這樣回答 這個部分 這個 是否 基本上這個是 願這一方面的決定啦 因為 到目前為止 我們公股行庫裡面 基本上就是 就是 董董事長 卸任董事長這樣一個情況 對嘛 但是我對他過去在第一 你是肯定的嘛 肯定的卻下台啊 不是嗎 這樣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當然知道不是你的意思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要給人家一點公道啦 那不一樣要幫政府做事 我講白啦 人家很認真把議員給穩住 那 我也聽說他現在也認真在跟學校談 說要回去教書了 很可憐的啦 也沒有給人家一個原因 結果媒體在那邊猜 說為什麼會下台 猜了五種原因 我也不知道 對一個 可是總之 我的意思是說 下台 上台一定有原因啦 那上來 我覺得那個你有綜合考量 我沒有意見 因為關股銀行 確實有一些政策的 一些東西需要支持啦 坦白講喔 我們後來去了解 慶富案的整個過程 事實上 是議員在做滴滴的過程中 或者是金流的流向他沒有掌控好 那依照我們過去的這個連帶案啊 就是那些參代行坦白說 他們會信任主代行的判斷 過去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嘛 對 所以那些主代行一個一個都加碼 比如說都是28億這樣 是 那你說要追究因為這個 就讓他一定要下台 我覺得這樣實際上 在因果關係上 你當然可以說 以後不宜如此啦 可是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喔 我想不至於啦 可是我認為喔 部長你真的要把今天這個聲音帶回去啦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余婉如委員也質詢這個議題啦 說是在幫董瑞斌叫區啦 我覺得這個要給人家一個交代啦 是 部長我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 這個 我們幾個禮拜來一直在討論 這個 保險業 說因為他投資標的少嘛 是 事實上我們銀行的爛頭寸也很多啦 比如包括光股行庫啦 對 所以本來應該針對我們5加2的項目 光股行庫應該要支持才對嘛 對 可是我們最近看到這個台灣銀行家的報導 就是有關離岸風電 這個我講部長你也很清楚啦 是 因為當初大家擔心啦 說這個是沒有追索權啊 沒有擔保品啊 那 專案融資性質很高 所以大家沒有經驗嘛 那個 風險的控制 對對對沒有錯 結果第一階段 這些外商不得不由母公司來背書 是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看到了250億 順利順利帶放出來 那坦白講不是光股行庫喔 民間的銀行是國泰釋華 國泰釋華 這個我想你都很清楚啦 對 可是我們都知道離岸風電進入第二階段 它需要的錢大概要1000億 那你長期要叫這個外商公司 再繼續用母公司來做擔保 我跟你講這個是不可能的啦 這個 光股行庫 你專案融資的評估能力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啦 可是沒有啊 我們現在沒有看到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嘛 所以目前像台銀他們也跟這個日本的銀行合作 就是對於這個專案融資的風險評估的這一部分 他們有有有有在跟日本銀行來接洽 是不是從他們那邊學習到經驗跟國泰釋華 對 看看有沒有可能大概就是說 在這個融資的風險評估上面能夠有一個比較 部長我想了解啊 是 這個有關公股行庫的融資架構的建立 我說專案融資啊 是 然後對於方方面面的技術因素的評估啊 比如說有些人會擔心說 發電量萬一不足啊 我沒有辦法請款之類的啦 對 還有什麼地震啊 還有保險應該不要加持啊等等啊 對 這個有沒有一個統籌單位在協助這件事啊 協助我們關股行庫對於專案融資 是讓我知道在座有PPP的專家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專案融資 因為我們關股行庫長期沒有經驗 你要建立融資架構的風險評估 我們有沒有一個主導的單位 在負責 是財政部嗎 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 不過我們財政部這邊也了解到這種情況 事實上我們也透過這個所謂 比如說像這個金融研訓練 召集協助專家來 那個都是諮詢單位啦 我現在講的是要落實啦 是 部長啊 你找研究機構做研究真的是必然的嘛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去落實啊 比如說你如果制定KPI 現在說你公股行庫要給我做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你對這個離岸風電的風險的各種因素啊 技術因素啊 什麼地震啊 什麼的啊 或者是工程沒有辦法完成啊 是 那你有沒有培養這種人才 你們有制定這種KPI的指標嗎 事實上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希望透過金融研訓練他們聘請師資來跟我們公股行庫相關的這個所謂的受信人員 那個只是教書而已啦 只是提供一些討論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還是原有的受信人員嘛 是 那你那些受信人員這樣去金融研訓練上上課就可以變成這個項目的 那些東西 希望你能夠有進度要求啦 那我跟你講到第二階段融資之後一定卡住的啦 一定卡住的啦 是 我跟你講國泰銀行好不容易才跟一些銀行連帶了250億啊 那個在我們離岸風電總融資可能需要一兆 你去想想那個距離有多遠 所以你如果沒有建立專案融資的評估跟風險控管能力啊 一定會出問題啦 是 好不好 是 部長謝謝你啦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下位質詢請 陳賴數美委員 主席 主席我想請我們的財政部部長 製書部長 陳大臣好 為了落實我們五指化推動電子發票 那財政部在2017年開始就停止核准了以那個電子計算機開立的統一發票 那麼2018年修正統一發票的使用辦法 在電子計算機的發票確定是在2019年12月31日落日嗎 對 那在明年2020年就不再使用電子計算機發票是這樣子的嗎 呃 我們今年年底就會不再使用啦 就不再使用 那我想請問一下財政部你有沒有統計啦 有多少營業人還沒有轉換成電子發票 目前還有7100多家 7100多家 那是占比例是占多少 呃 應該所占的比例應該不算多啦 應該在 全部電子計算機的49% 電子計算機發票的49% 那就還有一半還沒有 是 所以你從2017年開始到現在這樣子這個還有努力的空間 那電子計算機發票是指銷售人在電腦系統開力發票後 列印實體的紙本嘛 就是像這樣子的紙本嘛 對 給買售人對不對 好 那這是之前我們都用這種方式 那麼 現在呢 改用電子發票了以後 就是以網路 或者是電子的方式開力 傳輸或者是接收 那 是用 雖然講是 呃 網路或電子方式開力啦 可是 我在一般 呃 實體店鋪 店鋪去買售這些統一發票的時候 他會開力的一個是我們所謂的電子發票證明聯 就是這樣子的方式嘛 對 那習慣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沒有用紙本的方式 是 所以這是我們的消費者的習慣是這樣子嗎 是 是 那部長你自己有使用雲端 的發票嗎 有 我現在幾乎每一筆消費都是 如果有 有雲端發票的部分 我都會 都有下載我們財政部統一發票 對 我都有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場你們有使用這個 雲端發票的請舉手給我看一下 財政部每一個應該都要用 都有啊 對 有些人舉這樣而已啦 有些人東看西看 請放下 如果財政部沒有以聲作則的話 你們就真的是需要打屁股啦 那 你有沒有覺得需要 改進跟優化的地方呢 我想這個 這個雲端發票是 就是說基本上也要看場合啦 因為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業者並沒有使用雲端發票的這個設施 尤其他那個那個掃描的時候的這個 有一些比如說比較傳統的店面 或是比較這個所謂 有一些還是用紙本的長條型的這個發票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基本上 我們可以再努力 再努力 再統一發票聯講 也是我們一般生活中的小確幸之一嘛 對民眾來說 收銀機傳統發票是紙本長條型 就是剛剛我拿的這個部分 那電子發票這就包含兩種了 其中一種是電子發票證明簾 和無時停紙本的圓端發票 那雖然名為發電子發票 但列印出來還是很大的很長的一個 上面是證明欄下面是購買的一個明細 那部長您覺得說 這樣離我們的那個雲端化及節能減碳的一個目的 是不是還有很大的距離 當然還有很大的空間 那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紙本電子發票證明年這一部分 我們一直鼓勵就是民眾使用這個行動支付 然後把這個消費的發票存雲端這樣一個情況 那後面那個另外一張的那個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去買的時候 店家也沒告訴我 他就自動列印給我 所以我們會陸續會要求這個廠商 要求店員在這個發票的時候 消費者消費的時候要提醒一句 發票要不要純印端 或是要不要用這個所謂的手機條碼 那可能是店家覺得麻煩 所以基本上根本就是不問 就直接印出來給你了 現在我們實務上看到的還是這樣 對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比如說像這個四大超商 目前都已經跟我們這個台灣配結合 我們會要求請他們協助 對於這個所謂使用行動支付的 或是有這個所謂 這個資訊中心我看一下資料 從九十四年就開始推動電子發票作業 至今相關預算我看已經達到二十三億六千多萬 那電子發票推動了好幾年了 並沒有落實達到五指化 每年還是有大量的剛才提到的 電子發票的那個證明聯 或者是明細 那曾經也引發外界的那個質疑 說這個是跟我們環保效益是相抵觸的 那我覺得 讓我們的電子發票不再列印出紙本 我覺得是要趕快來做的 這個是我們有努力的空間 我們說一套做一套 是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我們從兩方面來著手 一方面的話就像剛才跟委員報告 是我們請這個所謂的 這個店家能夠在 民眾消費的時候能夠要求他 銀端發票 請問他要不要存銀端 發票要不要存銀端 另外一面就是對於這個所謂的銀端發票的 這個統一發票中獎的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也在思考 就是說如果使用銀端發票的話 就是發票存銀端的話 那麼他的中獎的獎項 是不是可以增加 提高他民眾用銀端發票的這個誘因 其實你剛剛講的 我等一下就會來跟你討論一下 其實這個的誘因是不足的 雖然財政部推出發票載具 銀端發票已經好一陣子了 開利張數成長比例 我看到也很有限 那扣除公用事業後 我看到2016年8月 他大概2016年使用的載具 大概是8.8% 那2017年有增加一點點到9.27% 那2018年的8月 增加到10.98% 那我看到這成長的幅度是相當的緩慢 而且去年電子發票 佔全部發票的七成喔 其中發票載具 存到雲端的發票的比例只有多少 你知道嗎 只有18%而已 18%左右 那今年目標是看到是說要提高到25%對不對 那民眾使用這樣子的比例 似乎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那電子原端發票透過載具能夠儲存發票 載具就是索取及記錄電子發票的一個工具 那部分商家也跟進 那各家的網路還有通路 都有自己本身的一個會員卡之類的 那我想這個載具又分為兩種 一個是一般性載具 還有一個是共通性載具 那一般性載具就包含有我們的悠遊卡 iCase信用卡商店的會員卡 以及網路商家的載具等等 那麼我們共通性的載具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手機的一個條碼 那不同業者又用這種不同的一個載具 那導致電子發票要先辦電源會員卡或下載APP 才能儲存 那也加增加了民眾使用的一個 往往會搞不清楚 那我想這也有可能是使用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那許多民眾還是不太了解 原端發票的運作的方法 還有它的那個方式 它不太了解 又可能又跟我們長期使用這些列印發票和明細 因為事實上購物明細沒有必要列印的對不對 它掃描它的QR Code 就可以知道裡面的內容是哪些了 但是退貨還有那個退費還有開立統一發票的 向公司報帳的這種的 就必須要列印這個紙本 那可是呢很多店家他省的囉嗦 就一例都跟你列印出去 那另外載具申請流程規復的設定 以及手機條碼的申請 還有電子支付的相關應的一些技術的一個應用 其實我在這邊可以替我們中高年臨成來講 他覺得是非常的複雜啦 所以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簡化呢 這個也是我想請我們財政部這邊要想一下要怎麼樣 謝謝委員主教 事實上剛才司宜方司委員也提到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這個手機條碼的申請 其實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的 就有一點不便民 所以這個回去以後我們會再進一步這個來檢討 剛剛除了聽到您講的說 就是說方便在裡面對講之外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推動類似像信用卡累積紅利的措施 來鼓勵民眾接受這種圓端發票的一個使用呢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信用卡累積紅利的這個部分 對 因為你的誘因我覺得聽起來是不大夠的 我們 可以思考這個方向啦好不好 我們思考看看啦 因為我們主要是這個獎金是從統一發票中獎的獎金 對啊 因為我有看到你們對於全國零售業營業人 開立圓端發票的一個競賽 總獎金高達80萬嘛 希望就是鼓勵這些民眾可以使用電子發票 那麼像激增機關 積合銀利事業的所得稅還是用紙本作業 所以很多的不方便還有上下游的不配合等等 也會導致使用的那個比率偏低 我想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小細節 可是就是因為這些小細節 然後引發成這些使用我們雲端發票的不足偏性嗎 不是這樣子嗎 是 跟我們報告 事實上這個營業人他如果使用雲端發票 他就直接可以 我們就直接在那個雲端上面去查核他的 他就不用提供這個所謂的實體發票了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這些細節的部分 就是要來注意啦 那我看到財政部還有舉辦 校園雲端發票的競賽活動嘛 我看到總獎金也 也178萬 那另外呢還有雲端創意的一個 推廣的一個增建活動也大概編了25萬 那我想呢改變國人的消費習慣 才能夠幫助解決導入電子發票的困難與挑戰 我覺得應該是朝這個方面來也會比較好 那另外呢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增加雲端發票的誘因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吸引店家還有消費者這些的響應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下一位來質詢請 曾明中 曾委員 好 謝謝 好 謝謝 麻煩請部長 請蘇部長 曾委員好 部長 部長 部長您當這個財政部長是做真的還做假的 當然是真的 我認為你現在不是部長 你是蘇科長 我跟妳討教 這一次 董物總的異動 部長有沒有參與 基本上這個都是要經過院核定 所以 您只有做書面作業是不是 不是 那我請教 這八個人裡面 哪一個是你推薦的 這八個人裡面 哪一個是你推薦 基本上我有推薦 但是我這邊不方便說明 蛤 我有推薦 但是我 哪一個 我在這邊不方便說明 我的 調查結果 沒有任何一個是你推薦的 部長 你只是文師部科長 你只是文師部科長 來請教一下 董瑞斌 做得不錯 雖然我是在野黨的委員 他說部長 你給他一點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麼 把他換掉 你的理由是什麼 呃 我想 非常謝謝董董事長 過去在 一空的這個 所有的表現 那基本上 因為 呃 是不是另有任用在院方 還有院方的綜合考量 我問你 沒有針對的問題答啊 你為什麼要把他換下來啊 不是啊 公開講啊 你為什麼要把他換下來 總要有個理由啊 說 第一金控 有一二十萬的股東喔 等著 您講 為什麼把董瑞斌換下來啊 部長 您講 這個 基本上院長已經說過了 這是一個綜合考量 你用綜合考量 要去讓這一二十萬的股東 虛弩口無嗎 部長 綜合考量 什麼中國考量 派系考量 部長 你底下的經營不錯的董事長 跟你要個理由 你就不能給啊 部長 這個部長 是假的 你是蘇科長 再來 華安金控 為什麼 把武當節 董事長 換下來 講個理由 同樣 理由是什麼 基本上 我董事長過去在政策上也是非常配合 譬如說像台灣Pay這個所謂公股航庫的這個 這個 金融科技整合平台的部分 他也做了很大的這個付出 那基本上這一次也是一樣 因為他即將任期戒滿 那我們做適度的一個調整 也是中國考量對不對 是 你這個中國考量 你還敢用 外界傳言是他跟華蘭金控最大民股相近如兵 所以被換掉對不對 這個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部長 華瑜什麼時候改選 今天的地位 好 你曉不曉得 華蘭金控 財政部跟所有銀行換股股多少 應該是8比7 我跟你講多少股份 什麼8比7 我意思是說換工股 我們的持股多少 換工股的部分應該是10幾吧 超過30啊 超過30% 明明成家屬幾% 呃 等一下 公股是31啦 對 部長認真一點啦 當科長要認真一點 您加幾% 零股 你看我的資料 畫出來 不到6%啦 其實他絕對不會超過10% 部長 你聽清楚喔 今年6月改選 我要求你比照 過去有歷史淵源 竟然 因為 吳當傑董事長 跟他相敬如兵 他在確保公股的股權 確保公股的權利 你把它換下來 我現在很嚴肅的跟您要求 連體改選 按照股權實力原則 有沒有問題 部長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還是 維持官民共治的一個想法啦 什麼叫官股共治 他有多少的比例 拿多少席的董事 有沒有問題 部長 你有問題 你是背信喔 蕭鼠大 你是背信喔 過去官民共治 平行沒有錯喔 但是既然 他干擾到公股的董事長派任 我嚴肅要求 6月的改選 股權比例原則 他沒有超過10% 你要給他幾期董事 我想這部分我們可能還是要 要就是說 我比照張銀 很簡單 就比照張銀 部長 你等著看 你假設 6月底 你再像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試著看 我到地檢主告你 部長聽清楚囉 股權實力原則 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我們會綜合的考量 蛤 會綜合的考量 因為基本上還是要 什麼叫綜合考量 基本上還是要維持 官股跟民股 和諧的這個情況 才會對整個這個 所謂的公司制 反而過去 官民共治 但是這一次的董事長派任 你干擾了官股共治的原則 所以 我要求財政部 依照股權實力原則 他 能夠拿到多少席 董監事 他自己去處理 部長 到時候你不要怪我 到地檢主告你 你不要背信 好好的 非常配合政策董事長 行政界聽了民股的 告一狀 竟然把他抓下來 好 往下看 部長 台營這幾年 經營的績效好不好 他擴除掉政策性因素以後 基本上 相對還是比較平穩的 我問你好不好 不要用行動詞 什麼平穩不平穩 他有比第一銀行 有比土銀 比張銀好嗎 沒有 沒有 你為什麼三個副總 全部由台銀的副總升上來 誰推薦的 你推薦的嗎 您剛說你推薦 這個三個副總 有沒有你推薦的 其中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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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部長 這麼可憐啊 其中有一位 三位副總裡面 你一定要推薦 你一定要推薦一位啊 其他兩位 誰推薦 你又不要跟我講 什麼事件中我考量 連副總 你都沒辦法掌握 部長 不要做啦 假的啦 連副總 你都沒辦法推薦 三個裡面 你推薦一個 誰推薦的 部長 誰推薦的 派系推薦的 對不對 你怎麼向一銀 土銀 張銀 廣大的基層員工 交代啊 這三家銀行 也有優秀資深的 副總可以升呢 你從台影一下 升三個副總 出去 太誇張了吧 部長 這樣的人事調整 你身為財政部長 要被行政的抗議啊 部長 你肩膀都不見了啦 這樣的財長 不做也罷 別人會尊敬你 三個副總 只有一個你推薦 你這比署長還不如啊 我本來啊 今天不質詢你 我本來今天要質詢 國務署的 科長 工股的主辦科科長 我根本不想質詢你 我不想質詢署長 這樣的誇張 的工股調動 也敢發布 部長你要證證有詞 站在那裡 部長 你當財政部長 就像財政部長一樣 我從財政部出來 你是歷任 最沒有擔當 最弱勢的財政部長 你這樣代表財政部長 站在那裡啊 真的不像話 謝謝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歷任的財政部長 都是走路有風 所以我今天事實上 看到蘇部長我是覺得 他也蠻可憐的 所以主席我先 那個 請 署長就好 讓部長休息一下 好 請署長 小署長你好 過去喔 所有的人士的 派遣或任用聯絡 都是署長的工作 那我請問一下 你上個禮拜在做什麼事 這裡面有哪一個人選 這些銀行的行任的人士 是你建議的 或者你認識哪一個人 你不認識哪一個人 你說明看看 我們是依照公股的任用的規定 然後我們先把背景的資料 我們送給部長 然後部長來做推進 所以公股的管理是在署裡面嗎 國庫署吧 是國庫署 是不是 那你掌控度高不高 我們平常也都有對各公股的董總 或是董事董監 都有做一些 他的績效或是各方面的成果 那在過去齁 你這個署長也當幾個月了吧 半年有了 半年裡面 你覺得董瑞斌做得好不好 應該成效不錯 成效不錯齁 那務當節董事長做得怎麼樣 應該也不錯 那還有哪一個做得不錯的 平常我們整個考核起來 其實這些董總應該都是 你們都應該有考核成績 有做考核 你現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就是做得不錯 然後把它換掉 做得不好 往上升 那以後你怎麼評比 包括委員 這個我們評比就是 公給上面長官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考量 可是你第一線啊 你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 你在第一線 你是公股銀行所有的管理者 你現在所有的評比 你剛剛也講啊 兩個都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你現在被換掉 你的心理感想怎麼樣 你現在變成是一個 你現在以前署長已經很大了 現在署長變成是公讀生啊 把那些名單就是來來來回 跑來跑去 變成是跑龍套的 署長變小了 不過我也在你很無奈啦 因為連部長都做小了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 公股銀行的整個主導齁 這次是誰在主導的 這個應該是有 我們有組成 而且是 部長跟上面長官 部長嗎 部長要報到誰那邊去 報到院裡面 院理是指誰 當然是 你是林佳龍嗎 是不是 還是陳其邁 陳副院長 是還是不是 這是整體 長官 整體嘛 那你現在說院是指誰嗎 院裡面有 院裡面的一定的層級 跟 層級最大的是誰 當然是居院長最大 蘇是誰 蘇貞昌蘇院長是不是 當然 他是 是國隔魁 他是 那請問一下那個主席 要不要請蘇院長來這邊 我們來跟他研究 討論一下 有道理喔 可以齁 我們來提案 提案齁 不是 我們來研究一下 考量一下 因為今天可以說是 朝野啊 所有的委員啊 都炮聲隆隆啊 因為他已經違背了 專業化的考量 違背了過去 任用的一個責任的精神啊 全責不分的啊 所以 問得套 大家 好幾萬人 幾萬?十萬? 不到十萬 大概六七萬應該有 那六七萬的人選舉到的時候 又是一個動員的大能量 在這裡要請那個 署長要注意 因為上面的人員 部長可能官員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流來流去 你是事務官你不會跑掉吧 你是文官 你是文官嘛 文官體制你要至少 把你現在任內該做好的 該注意的 把它做好 請問 年底 明年2020年選舉的時候 如果有這些公股銀行或總經理的人 動用行政資源 把這些公家的所屬的人員資源 化作2020年的選戰的工具 你覺得適不適當 我們文官就是保持行政中立 對這邊我們不會做任何的選舉的考量或是操作 你不會嘛 可是如果有人把它做為選舉的考量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在我們的職責範圍內 我們會做我們該界的事情 你要嚴格監督喔 至少你把那個資料寫完一份給我 監督報告啊 有人檢舉的啊 這你可以做得到嗎 你只要守住啊 這個階段要守住啊 對不對 公務人員你要行政中立啊 不可以選舉介入啊 是不是這樣 是我們文官一定是行政中立 好 接下來再來就是大家注意的 這個銀行錢的問題啊 銀行錢很多 我們過去 曾經因為海角七億啊 全民激憤啊 全民追蹤啊 大家不斷地罵罵罵罵 可是你知道啊 現在接下來的風力發電也好 太陽能發電也好 其實這個看清楚的內行就知道 他的佈局是為了去洗這些 一罩的這些貸款 以及洗太陽能的這些貸款嘛 因為太陽能這個沒有單保品 根本借不出來啊 可是 幕後有一隻黑手 他要大力推動所謂的這個太陽能 或者是推動這個風力發電 我問過很多專家 台灣的風廠不適合做這些 所謂的 再生能源的發展嘛 目的是為什麼 圖利的這些業者嘛 那你現在開始做 銀行全部到貸款一千億出去了以後 那 下次來了一個大地震 或者是刮了一個大颱風 這些設備 全部一夕時間 可能就化來烏油 那你一千億又泡湯了 未來的風力發電廠的連帶案 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輕付案 署長 包括委員 各個銀行都有它的 不管是融資 都有它的內控的機制 就是因為有內控內機 剛剛所講被換掉的這些人 他們堅持他們銀行的專業 他們就是不答應嘛 不願意配合嘛 或者一直拖時間 上面看了覺得不舒服 不乾脆全部換成金化的人嘛 所以專業的考量通通沒有了嘛 問題就在這邊啦 好了 署長 請你留意我講的這些話 反正 凡事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這筆帳現在可能沒有辦法算 沒有辦法講清楚 但是過半年一年以後 帳通通撈出來 重新再來 好好的來審計 好好來算一下 看這個帳到底是怎麼算的 好 謝謝署長 下一個是不是請 採卷了齁 採卷是 也是部長好了 蘇部長 還有中國新聞是不是 請問一下 那個 蘇部長 我們 我們 我們國家的採卷叫做 什麼採卷 公益採卷 公益採卷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的採卷 上面還加掛公益的 採卷就是採卷吧 應該 我們是唯一的 應該是唯一 我們是台灣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 台灣之光 是 作為移住社會福利的 社會福利的採員 好 那你做這個公益的採卷 當初設立的目的 是為了 提供一些工作機會嗎 那請問你照顧了哪些人 照顧 一方面是 希望 透過公益採卷的運輿 來 推動一些社會福利措施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公益採卷 這個經銷商 它有特定的條件 就是這個 符合身心障礙相關的 這個 對 當初設立就是想說 有些單親媽媽 是 單親家庭 是 或者比較弱勢的 對 成長朋友等等 提供一些 這個就業的機會 對 那請問現在大概有多少投注站 大概 目前的投注站 五千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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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假類啊 一類呢 三萬七千 三萬多 是不是 就是 呱呱樂的部分 大概三萬七千 好 那加起來喔 有很多的 弱勢朋友 他們是靠這個 在生活的 過去啊 我們訂立的那個 合理的利潤 是給他們幾個% 8% 8到10啦 8跟10 8 可是你們都用 你們用8還是用10 不同 呱呱樂是用 應該是用10啦 就呱呱樂會比較 呱呱樂10啊 一般的傳統的 下注站 8 8喔 是 你看 這個一下來就經過了幾年的時間啊 15年有沒有 10幾年了吧 呱 應該是從98年 快20年了齁 88年到現在了齁 很久的時間啦 88年是台北市銀行 那個時候發行 那很久了齁 那部長我這邊 希望說能研究一下啦 因為現在物價都飆漲 連滷肉飯都漲翻天啦 萬物皆漲 就是財漲的朋友 他們所獲利還是維持在8%啊 太低了 希望可以調到 可以可不可以研究一下 調高一點 10啊或10幾啊 讓他們生活好過一點好不好 這部分因為在徵選經銷商的時候 也是我們在徵選這個採建 採建發行公司的時候 就已經設定條件在那邊了 已經公告了齁 那如果真的要去調整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是企業的關係啦 如果真的要調整 可能就下一屆 大概110年以後 新的 你們研究一下啦齁 我是想說這些弱勢團體 他們也蠻辛苦的齁 我們現在一直講說要加薪加薪 所有的銀行企業都加薪 唯獨沒有加薪加到的就是這些弱勢團體 所以請部長多多關心他們一下 社會多一點關懷齁 多一點愛 那另外一個就是講 投獎的部分齁 是 請問從 有這個公益彩券齁 有中投獎 投獎大概可能一億兩億以上齁 對 那個是電腦型的 對 那現在 加價有多少人中了這個獎 就是創造多少 好運的那個 財神駕道啊 這個根據台財的資料啦 大概是四百多位 有四百多位啊 是 哇 大概都是一萬富翁 一萬富翁齁 是 真令人羨慕 那部長你會不會想要中 我如果中的話我就會辭掉部長 中要告訴我一下 我想這個多了四百多個億萬富翁 真是令人羨慕 那 可是 剛剛如同剛剛委員所講的 中到底有沒有中啊 會不會是假的 會打假球 那你開採的那個 應該不會啦 因為他 他都是每期都有公告 而且 中獎的 說真的喔 我那麼久齁 我周邊齁 從來沒有出現一個幸運的兒 就我那麼久了 你會四百多個 四百多位分散到 全台灣齁 各地 可是我一輩子都沒有遇到說 周 不要說我啦 我周邊的 比如說曾明中曾委員 台上我們說 有哪一個中過的 沒有 搞不好曾委員中過 他只是不講而已 不講喔 通常中獎 你不會告訴人家他的身份 部長是這樣喔 是不是 中獎的可以公佈一下 因為 依法就是要 各自保密啦 喔 令人羨慕 好啦 那 這樣子四百多個加起來 也是好幾百億啦 是 哇 這個 可是我們看到 平常累積很多人就是 過路財神啊 他忘記了說 甚至沒有對 因為現在喔 旅居海外工作人也蠻多的 念書的啊 什麼的 求學的都有情況 一回來發現說 哇 對齊的時間 有效時間只有三個月是不是 對 太短了 太短了 所以本席啊 提案需要說 既然 他有這個 好運 幸運之神眷顧他 他已經中了 你起碼讓人家有 半年的 比較寬鬆的 對 對講期間嘛 或者是一年的時間 是不是請部長啊 這點可以 研究一下 統一發票的這個內容也是一樣 這個部分喔 因為涉及到他最後每一期的決算啊 那這個公益採權發行條例也規定三個月 那統一發票的部分喔 如果太長的話 那麼因為我們大概 經過半年喔 比如說上半年 看這個 這個領獎的結果 如果有多餘的話 我們可以增開主數 好 那如果你 圓得太長的話 我們那個增開主數 年底之前 增開主數的那個 時效就失去了 就沒有辦法 有效的去去控管那個 正開主數的這個部分 好啦 你研究一下 因為喔 曾經有中過獎 然後去領獎的時候 過時的 遇時的 有多少人 有沒有大概統計 目前我們的 好幾千人應該有 應該 大概 比例大概是 有大概 大概70%到80%是0了 剩下的大概 那也很大的比例耶 是 11億多 有多少人 1億多啊 11億的 我委員大概 將近11億的 沒有對 有11億沒對嘛 啊你換成人的話 可能影響好幾千人的權益啊 所以請部長研究一下 好不好 是 就是三個月真的是太急迫了 有的人剛好出國啊 旅遊啊 或者是工作 但回來 時間太緊迫 希望能延長到半年 或者是 再多一點的時間 你們研究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蔡義委員 質詢 謝謝 謝謝主席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蘇部長 請蘇部長 我想我們針對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針對這個 我們的採券 的一個免稅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抓出說 兩千元以下的一個免稅 那本期有一個意見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這個發票 中獎 我們知道現在 中獎的大概的額度就是從 特別獎一千萬 到特獎兩百萬 頭獎二十萬 二獎四萬 三獎一萬 四獎 四千元 五獎一千元 六獎兩千元 那大概現在要課所得稅 就是二十趴嘛 是 所以大概是在四獎的部分 四千元的部分 他就必須要課 就是要課八百元的一個所得稅 那如果我們站在說 這個採券他 因為他投注採券 然後他有部分讓他做一個免稅 那這當然是有一些 刺激大家去購買採券 然後在購買採券 我們是讓財政部也有多出來的 這一些利潤來做這些公益事業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這一個 統一發票的這個標準 就是在設定四千元 或者是五千元以下 免徵所得稅呢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兩千塊以上 要課稅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這個是 跟我們所得稅的這個 擴角稅款的這個條例是有關的 他規定就是兩千塊以下 是不課擴角 那基本上這些 這個金融獎獎金 基本上都是分離課稅的一個情況 所以 如果真的要思考的話 就是要整個 通盤的去考量 當然之前 如果要提高這個兩千塊這個額度 是 部長認為說這個要再通盤檢討 是 這個之前市委員在執行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也要求我們做一個研究 所以目前 付稅署這邊 也積極的在 這個 檢討這個議題 對 我想 這部分 你們可以是可以 你們可以從這個 統一發票這邊 去做一個過失 就是說 既然你們定就是 市獎就是四千元 我認為說 你就抓在這一塊 去做這樣的一個免稅 我覺得這部分 是可以去嘗試的 好不好 我想 如果我們有 有 有 檢討要改的話 大概 基本上都會議題使用 那也會跟這個 所得稅的擴角 辦法裡面 相關的辦法 也會去修改 好 那再下一個議題 那 下一個議題就是 關於說 我之前已經質詢過 這個發票整合的問題 那目前大概使用 電子發票的比率是 70.2% 那 部長你認為說 這部分有可能再提高嗎 電子發票基本上 70.25% 那 這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 有可能可以再提高 不過 因為 還是有一些 傳統的 這個所謂的 比較傳統的人 他還是有需要 這個資本發票的需求 就是傳統的電嗎 對 那我現在給你看一下 來下一頁 目前我們就是說 好 有的傳統的 你說傳統他是用載具的 所以他 他就是給他 傳統的 他就用傳統的電子 傳統的 發票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叫做 電子發票 然後再給他交易明細 就是電子發票正名聯 對正名聯 對不對 這個正名聯 那左手邊 左手邊這個是所謂的 交易明細 對 左手邊是交易明細 然後另外一邊是正名聯 是 好 好 那我要問的是說 那電子發票是哪一種 哪一種 哪一種是來自電子發票的 右邊 右邊這個是電子發票正名聯 好 右邊是電子發票 那 如果我們站在 減少用紙的一個立場 好 我發展的電子發票 結果 我拿到的這個正名聯 跟我傳統的這個交易明細 事實上他這紙張的大小 是差不多的啊 是 對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去發展這個電子發票 我除了說我可以在APP 我可以透過APP去發現我的一個電子發票 那其他的一些 這個節約用紙的功能就不見了 還是沒有看到 所以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推銀端發票的原因 所以我們 希望就是說 這個店家在消費者消費的時候 我們提供 用這個所謂的 手機條碼 或是相關的這個銀端發票的載具 把那個電子發票存在銀端 變成銀端發票 那後面的這個交易明細的話 事實上就是說如果 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就是如果 除非我們希望這個店家不要印出這個交易明細 除非 消費者要求印出來 目前的情況像四大超商 目前的情況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個發票存在銀端 那基本上很多 很多電家 四大超商的部分 大部分都不會主動 列印這個銀端發 這個交易明細 那麼他 除非這個消費者 要問 那委員應該也了解 四大超商 是我們這個電子發票開立的一個很大的客戶 很大的這個來源 不過以我現在大概就在做交費 在做消費 基本上他還是會給我們這一個明細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跟部長講的不一樣 就是他習慣他交易明細一定會給你 這個 要看個別的店面 但是我們會要求各個這個店家 特別就是說 銀端發票開立比較 就電子發票開立比較多的 我們會請店家基本上 節能 節能減碳的這個目的 好我想這部長 你們可以再 是 再去問這一些 你說四大超商 還是包括這一些 中油啦 這些國營事業 或是聯索 對這些相對的聯索店 我想大概 在食物上的運作 他們還是都會先給他 我想那變成一個盥洗 所以這種東西還沒有 真的到生殖人心到說 大家盥洗就是說 我用電子發票後 我就不再另外再鎖取那一張交易證明 那當然交易證明 交易明細有時候是為了暴障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需要 當然啊所以就是變成說 如果他是個別鎖取 就是要給他是沒有問題 是 那我們下次站在節約用紙 如果他有要暴障需求 基本上你有電子發票後 你還是可以自己去印出來 對 這個是他個別的使用他的需求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是包括整個消費的一個 太陽消費習慣都要去調整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財政部可以再多加去宣導 我們會加強捐導 好 那我再問 有一個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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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來 再下來 來APP這一個 來 那我現在想要請請教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有APP做 做這個發票的一個 線上對講 那這個線上對講呢 它就是說掃描發票的這個QR Code 或者是條碼 那掃描成功後 它如果中獎了 它會說請保留紙本發票 以利中獎後領獎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架構起來 它發票一定要保留嗎 如果我說好 我已經 我已經這是一個電子發票的一個形式了 那我還要再保留紙本發票嗎 跟委員報告 如果這是雲端 這個雲端發票 就是你的發票存雲端的部分 基本上也都沒有實體的發票 對 它直接可以對講 然後存到你的帳戶裡面去 但是如果你是電子發票證明 你經過掃描以後 存在你的這個APP裡面的話 那麼如果有中獎 那APP自動會顯示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要對講的時候 那麼 你還要再掃描一次 掃描一次以後 確認這個發票是你的發票以後呢 那麼你可以從這個APP裡面直接對講 所以重點就是我這一張紙本我就要留著 對 縱使是我 如果是電子發票 我在電子發票 我的APP上已經有這一個交易紀錄了 對 可是我紙本不見了 我沒有留下這一個交易評證 那這樣我可以去您講嗎 這個 呃 除非存雲端啦 否則的話 這個 對那是雲端嘛 我現在講的不是雲端發票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傳統的用那種記帳型的 好 這樣記帳型的一個電子發票 再回到前夜 回到前夜 就是 來 是不是 這一個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 是 這樣的一個發票的一個明細 我只有這樣的明細 我只有這樣的明細 但是我沒有到剛剛在下一頁的那個 委員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的電子發票 我的這一張發票是不見的 不見了 對 是不是可以對講 那 他已經掃到那個手機裡面 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 這個還是可以從雲端裡面把它 因為在上一頁 來 回到上一頁 他這裡有的都是發票號碼嘛 對不對 這個發票明細的這個界面 他會告訴你發票號碼 然後 他在下一頁他掃描了 他知道他中獎 可是我沒有 那一張 交易明細 不用交易明細 隊長不用交易明細 但是那個證明人要存在 對 證明人已經不在了 我只剩下 電腦資料 是 那當然他可以從這個 這個 這個你們再研究一下再告訴我 因為我還有下一個議題要講 好 我還有下一個議題 來 在最後一頁 那最後一頁我就是要問就是說 部長來 我們想要這國庫署是不是可以 一併上來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現在我們針對這一種 現在大概日本跟韓國都在流行 這個叫做 ICOS 這樣的一個 一個 又像電子煙 但是 他又標榜他不是電子煙 加熱式煙品 對 因為他抽的是煙草 他抽的並不是 像電子煙的化學物質 那我們到底怎麼去定義這樣的產品 我想這個 整個不管是電子煙或加熱式煙品 基本上還是要 依據這個 衛福部所主管的 煙愛防治法的規範 對可是 煙愛防治法的第14條 相關的條文 第二條 他指的煙品的容器是指 向消費者購買煙品所使用之 包裝盒罐或其他容器 所以他指的是容器 那我現在指的是 這個ICOS 這個加熱的 單純這樣的一個加熱的一個機器 這樣的一個設備 它到底是什麼定義 有辦法定義嗎 沒有辦法 目前還沒有 目前沒有 對可是目前沒有這件事變得不合理 因為現在在台灣都是追悔 我看到了好多人 甚至在立法院 我也看到好多人 都公然的在 在使用這樣的一個設備啊 但是我們這件事 現在水貨橫行 我們財政部 沒辦法針對這樣的一個產品 課到稅 我覺得這是財政部 帶舵的一個地方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要跟那個衛福部那邊 是不是 我知道衛福部 對這個產品有很大的意見 但是我們總是要跟衛福部溝通說 這樣的產品 你要把它定義叫做 電子煙 還是它不是電子煙 好 那財政部 目前衛福部已經在研議了 好 我知道 那我現在要跟 國庫署講一個重點 如果這一種加熱型的煙品 它的煙的那個部分 就是它只有煙綠嘴 然後加上煙草 它裡面沒有澆油嘛 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有專利的嗎 還是沒有 沒有專利嘛 純粹綠嘴加上煙草 沒有專利嘛 那如果沒有專利的話 為什麼你們不要求煙酒公司 針對這樣的產品 你們要先 著手開始去研發 還是說你們只要眼睜睜的 看著這個市場 是被特定的廠商 把它包這個市場 跟委員報告 目前是沒有開放 目前我知道沒有開放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到底有沒有國際專利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 如果單止綠嘴 跟這個煙草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了解 基本上 剛剛這個 爭前代理董事長 提到 就是台酒公司有在研發 有在研發 對 因為這部分你們 你們總是要針對這個市場的一個趨向 然後開始去做出相對應的一些市場策略嘛 你們不能說 我們未來如果這東西 現在就是水貨 然後都是在抽 抽這種 在私下走私進來的追毀 然後大家都在抽這種東西 結果我們沒有任何的因應的一個措施 我們也課不到稅 對 因為目前是沒有開放 因為依據冤害防治法 目前是沒有開放 是啊 因為依據冤害防治法沒有開放 我知道嘛 但是 這種東西在市面上已經橫行了 你們 也沒有辦法做出對應的處罰 你們也沒有辦法 官務署 官務署只要查到旅客攜帶進來 他們就會扣 扣起來 對 他們會扣嘛 對 所以就是我講 因為你們的態度就是因為我們不開放 所以人是 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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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事實上 因為他拿進來後 他有了機器 他就需要煙草 他就需要煙草 結果現在煙草也是都是水貨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們好好 跟 呃 相關單位啦 跟這個 不管是 也要看衛務部的態度 對 你們好好去 研定一下他們的態度 因為他們現在的態度 消極不作為 如果你們跟著不作為 你們就是讓國庫損失 而且讓國人抽到的是 未必是安全 而且是健康的 屬於比較健康可靠的一些 煙品的部分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質詢請 許譯人 許委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我們邀請這個蘇部長 謝謝蘇部長 謝謝蘇部長 呃 蘇院長 你也在現場齁 站在他旁邊 是 你也非常正面的回應我說 如果財政部 如果有專利侵權的行為 是不是應該要負負 當然 當然對不對 事實上 你也要負財政策 你也要負財政策 你也有來辦公室來找我 你也 派兄姆保證說 如果今天關股行庫 有 類似侵權的行為 你會負責到底 對不對 對 我們會要求關股行庫去檢討 對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說 在上一次你來辦公室找我的時候 我要求你發一張公文 給所有的公股行庫 這個我們已經發文了 公文裡面你寫什麼 請公股行庫 依規定 嚴格執行 尊重智慧財產權 專利權及保護個人資料 那麼 要求他們持續實施教育信念 及法令宣導 好 部長 我在這邊問你啊 如果 有專利侵權的這樣的一個情勢 有我們的關股銀行裡面 有發生這樣的嫌疑 你會不會延辦 當然 你一定會延辦對不對 我們就預計這個 當然這個 侵權不侵權 最後還是要經過法院的判定 你 你發這個文啊 你已經給 這些關股行庫 一個 相當程度的警告囉 如果說 他們 在看到這個文的時候 還當作 沒有這回事 當作耳邊封 當作 電便當的這個公文紙 如果 到時候 有 侵權 有這個智慧財產權被侵犯 報紙一登出來 他不會管你說 到底是 這件事情 專利的認定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 他可能認定的是 財政部管理的公股行庫裡面 有 侵權 到時候你該怎麼回應這些事情 跟文報告 是不是金錢基本上 還是要經過法院 或是相關 智慧財產的這個 鑑定的這個 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有發生 經鑑定以後 發生這樣一個情況 當然我們會 你會延辦到底對不對 對 當然我們會處理 那我問你啊 公股銀行 或是在財政部裡面 你對於 專利佈局的檢索 你這塊 你有沒有相當程度的掌握 在你們推動 Fintech Open Banking 還有相關的這些 專利 跟民間 跟民間業者合作 使用上面 有沒有可能 會有 串利侵權的這些嫌疑 你有沒有掌握到 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 各公股行股能夠 去檢視 去檢視 好 部長我這邊具體做出一個要求 你是否可以對於 監理公股銀行 要求銀行對於 軟體作業程序 認證使用者方法 還有相關硬體設備 做進行專利檢索 還有比對 因為你這個門一打開之後 其實 官司會吃不完 如果 業者對於你 公股行庫 用的這些專利 你沒有一套 盤點 專利檢索的方式的話 民間會覺得說 各個部分好像政府 都在抄民間的 這你該怎麼辦 我想 這個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應該是 經濟部這個制裁局那邊 就有檢索的系統 所以這部分的話應該是 他們在研發 比如說金融科技的時候 基本上 他們都會在 透過制裁局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去檢索看看有沒有這個 這個清潛的行為 部長我這邊 我知道你要 看就細節喔 我覺得細節你要 好好的往下看 但是我要更提醒你 以一個大格局來看 如果說今天有一家業者 去告 關股行庫說專利侵權 明天的報紙登出來 可能會是 財政部底下的關股銀行 涉及專利侵權 這個你要小心喔 因為一般的社會大眾 對於什麼是專利侵權的 專利侵權的這樣的一個認定 大部分是不了解的 可是媒體報出來之後 你這個會吃不完 你要下台的喔 公文報告 這個親不親錢 基本上最後還是要這個 所謂透過制裁法院的判定 那也要經過非常嚴格的認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不能說 有人認為親錢就一定是這樣 我理解 這有走法律程序嗎 一定要有法律程序 才會這樣一個情況 在政治上 在對於民間的回應上面 你必須要清楚 報紙的標題會怎麼下 他會直接就是說 公股行庫有涉嫌侵犯 侵權這件事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注意 這部分我們會注意 好不好你自己要知道 這個可能會有潛在性的危機存在 謝謝委員 謝謝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採用電子支付的這些方式 還有技術 其實每一家都很相像 那你如果說 現在我們的關股行庫現在要推 但是跟民間早期已經開發出來的 類似相近 那這些技術的部分 如果政府這邊 我們對於專利的檢索 沒有一套標準的程序 還有這些檢驗的文件 我們到時候拿不出來 那可能真的會出事喔 當然啦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各公股行庫 加強這一部分的作為 那當然 是不是侵害專利權 那我們各公股行庫也相關的這個 他們也都做了一些所謂的金錢的分析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基本上 對你的專利這個部分 你必須要注意喔 我特別跟你提醒 主席再一分鐘喔 好 那我第二個問題 我要來請教一下部長 歐盟啊 在107年 2018年3月 提出一個叫做數位服務稅 Digital Service Tax 然後這些其實是針對 長期數位經濟的公司 所得稅提出的解決方案 包括採行顯著數位營業場所的概念 及建立顯著數位營業場所利潤歸 規屬原則等措施 以全面的解決公司所得 價值創造地與科稅地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今年法國也推出了所謂的 GARFA法案 就是這四個公司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對於這些大型的跨國數位經濟公司 歐盟已經開始對於他們去科增數位稅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財政部對於這些數位稅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件事情上也開始跟進這個腳步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國際趨勢 數位稅這個未來可能就是一個國際趨勢 那我們財政部基本上也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在1月1號的時候已經發布一個解釋令 針對剛才委員所提到那些原則 我們做一個先世性的一個解釋 那當然是不是數位稅課徵在國內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現在跨境電商就是類似 已經課營業稅 這是一種數位稅的一個概念 但是要整體的來課 當然這個是後續還要再進一步來思考的問題 部長你知不知道像Google跟Facebook 一年在台零業是多少 這個我老實講不知道 你不清楚 你請你的團隊去查查看 你看一看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自己本土的數位經濟的新創 因為這些大型的數位巨獸 已經入侵著我們台灣的市場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些數位經濟的平台 已經沒有生存的空間了 其實基本上我們像是一個數位殖民地啊 那所以這部分是不是 對於剛剛我所說的這個原則 建立所謂的公司所得的價值創造地 與磕稅地不同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研你一個新的方案 不然的話其實台灣這些數位經濟的新創 沒有辦法跟這些巨獸來競爭 這個部分我們在業藥發布的新稿裡面 就是發布的解釋裡面 就是依據這個精神 那目前為止我們營業稅已經課了60億 那所得稅的部分6.8億 這個都有課的 營業稅課了60億 那你回頭一下他們在台灣賺多少錢 對不對 你是不是這份資料你再把它整理一份給我 然後我希望財政部對歐盟所提出的數位稅 做出回應 好不好 因為其實這個是世界的趨勢 是 是 是 好不好 是 好 好 謝謝委員 現在請 請 沈智慧 沈智慧 沈委員不在 請 鄭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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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請 鍾孔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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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請財政部部長 財經公司是副總來嗎 財經公司副總來嗎 財經公司副總 陳副總 陳小梅 江文好 部長我問一下 在今天的報告當中 第10頁跟第11頁都有寫到 其實我們有關於行動支付來結合雲端發票 那也會積極推動信用卡載具儲存 另外也有關於從開立到對獎要全程無止化 那其實這當中的發票管理 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建立歸戶 那我就要問一個第一個問題 在我剛剛這樣描述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的努力 請問 FISA 這國際簽帳卡這一種的 它可不可以載具進入到雲端發票 它可以規復 它可以規復 你前面不能進入到雲端發票 純粹後面去做規復嗎 可以啊 規復到我們手機條碼裡面去 那是規復到手機條碼 那為什麼不能讓它加入雲端發票 它直接可以變成雲端發票的載具 我就先講一個 我看了一下了 我們的中華郵政的FISA簽帳金融卡 可不可以進入到雲端發票 還不行 你剛剛說可以歸復 它前面不能進入雲端發票 歸什麼復 就它還不是雲端發票的載具 對啊 你的報告裡面 你有寫你在推動 我跟你講 我列舉了一下 中國新多的信用卡 六百多萬張 國泰 四華商業的信用卡 六百多萬張 玉山四百多萬張 台新四百多萬張 中華郵政緊接著就排在後面 三百五十幾萬的這個用戶 這什麼時候要去整合它啊 財經公司也可以回答嗎 財政部你推了老半天啊 它雲端不行啊 不能列為這個載具啊 報告委員 中華郵政公司 他們有因為排成的關係 所以有排擠到這次的上限 但是他們已經在研究要上限的時程 你幫中華郵政講話我就罵你了 你財經公司我覺得 你們跟財政部沒有積極在努力啊 不過這部分的話我想我們會再找 找中華郵政 部長你聽我講 105年5月的時候 財經公司就發函 叫他們配合 結果年底他跟你說 106年要做 106年問他說下半年 最近問他說109年才要做啦 中華郵政跟你們老是處不好耶 你叫他代發那個發票獎金 他會說不行 費用太低 你跟他配合一個雲端發票的載據 也是這樣子拖拖拉拉 你們的報告寫得這麼積極 我想這部分我會再跟中華郵政 我們會再跟中華郵政那邊聯繫 請他們能夠盡量來配合 我絕對不可能說這個等到109年啦 不要等了啦 我等一下會再提出 那我我跟你講齁 現在很亂耶 土銀啦 土銀的Mester card金融卡 不能歸戶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的 簽賞金融卡可以歸戶 土銀這個不能歸戶喔 這個部分 我親自做實驗喔 財政資金中心這邊來打 跟主委報告一下 現在金融卡的部分 都是以那個 歸到我們的手機條碼為主的形態 我們唐配金融卡的部分 都是歸到手機條碼 而不是直接由金融卡作為載據 跟委員報告一下 你要講什麼 金融卡不能作為載據喔 我們現在金融卡沒有直接做載據 Smart Pay的金融卡 信用卡可以做載據 我後面跟你講喔 財經公司 Smart Pay的金融卡能不能作為載據 你跟主任講一下 誰跟你說金融卡不能作為載據 拜託好不好 我跟你講 一銀的FISA 金融卡跟台銀的都可以呢 可以載據可以歸戶呢 我跟你講現在一團亂喔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 你是不趕快去解決這些問題 知冊會你知道吧 知冊會說未來兩年是黃金期 你們現在還在慢 我再講一個事情 統一發票喔 對講APP 載據歸戶裡面選項 是有信用卡 沒有Smart Pay金融卡 但是電腦網頁版裡面 有信用卡也有 Smart Pay金融卡你知道嗎 但我剛剛又跟你講的 如果你是簽賬金融卡 結果你在那個 對講APP裡面 你要去進入到信用卡去歸戶 如果你在電腦網頁裡面 你要去Smart Pay的金融卡 裡面去歸戶 你這個就不能多設計一個類別出來嗎 這個去檢討啦 這不用什麼回答啦 現在網頁上你進去看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們的Smart Pay 它有晶片式跟感應式 現在感應式是更發展的啦 是 是它超商裡面有沒有 就有三家 它可以用感應式 問題現在不是變成商家那邊的 它POSE機啊 它也沒有辦法 讓它對金融載具去歸戶啊 是 它必須用掃碼的方式 掃碼 它就直接印出來給你的啦 是不是 現況啊 誰還會在那邊等一個掃碼 這裡先刷一個掃碼 後面再刷一個支付 QR Code之類的什麼的 感應的什麼的 幾道手續啊 所以報告寫得很漂亮 實際上去看 哇 真的是一塌糊塗啊 我跟你講喔 財經公司啊 現在你們台灣PAY 你們市佔率是第幾名啊 幫委員 現在在遠見調查的那個報告裡頭呢 台灣PAY是排名第五 喔 那跟支撤會講的一樣嘛 對不對 第一名是LiPAY 第二名是Apple Pay 第三是JCO 第四是Google Pay 你們排第五 你們市佔率本來是4.7啊 欸 立法院預算中心也對你們提出批評啊 欸你們最近喔 到底有沒有想出一些 什麼樣的方式來精進啊 蛤 各位原報告 台灣PAY呢 它因為是綁的是金融卡嘛 跟國際PAY呢 綁的是信用卡是不同的 那在目前呢 因為四大超商 現在都可以使用台灣PAY了 所以還有幾大的那個便利商店的通路 還有重要的一些通路呢 都陸續使用台灣PAY 所以台灣PAY呢 它的那個就是民眾對它的認知度也持續在提高啊 所以相信台灣PAY的那個使用程度也會一直持續的上升 我叫你有沒有要有一個具體的作為 具體的方法講出來 你跟我講了一大堆行動詞 我講一個你們最近的 你們不是要去整合QR Code嗎 共同支付標準啊 是 啊你們排名市佔率第五 啊你們要去整合賴PAY跟接口支付 啊人家都在你前面啊 人家的市佔率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三跟百分之十九點七耶 就人家不願意啊 跟委員報告啊 事實上我的了解 國外會這邊有開始在思考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行動支付 包括LinePAY ApplePAY 結果支付 然後你打算用政府強制的法律的手段去弄 用一個共同的QR Code 用單一個共同的QR Code 那這樣子會有一個好處 我剛剛就跟你講 LinePAY跟這個接口支付 他就說不要啊 人家市佔率比你高 你要去強迫人家跟你整合為單一QR Code 不是整合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共同的QR Code而已 一個共同的平台 你先搶你的市佔率好不好 去努力吧 要不要回饋 要不要再有其他方法 一個月之內 報告拿出來好不好 是 一個月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那個今天大家都在講 關谷的董事長 剛剛好像最新的新聞出來 高雄市不放人 張雲鵬 本來是哪裡 本來是華南的總經理 後來去高雄銀行做董事長 結果高雄銀行 人家是一位提出專案報告 要求去查 這不是張雲鵬的責任 但是高雄銀行大家認為 在慶物的炸彈案當中 也有相關的連結 現在人家在那邊要求專案報告 不放人回來啊 財政部怎麼辦 人家不放啊 你怎麼用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了解 大概是 應該是下禮拜就會 是你講的意思跟 早上看到的消息不一樣 你的意思是說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議會會放人 還是你掌握的情資不夠 如果不放人 要叫張雲鵬在那邊自己辭職嗎 如果他是自行辭職而不是人家放人的話 這樣你要用嗎 怎麼突然呆掉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的了解 應該是下禮拜 就會有一個結果 你已經人事命令 你已經發布出去這樣的消息 對不對 要用他做華臺的董事長 然後還等到下禮拜五 你該不會告訴我 所有的這些人是 不管是被換掉的 還是現在換上來的 都還有機會異動喔 你是這意思嗎 沒有 就是這個張雲鵬的這一部分 其實上因為是他 高雄市議會的專案報告的部分 所以我們延後到下禮拜 不會吧 他專案報告哪一天 他專案報告4月24吧 4月24哪是下禮拜 是你記錯還是我搞錯 蛤 4月25才專案報告 我想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 今天的狀況 那你的了解有誤啦 我說啦 我說如果到 高雄都不放人啦 那你現在是 打算叫張雲鵬自己辭去 高雄銀行的關谷董事 然後 然後你會用他 是這樣嗎 當然 只要他個人願意辭 我現在就覺得說 有時候其實 怎麼樣用人是你們的權責啦 是你們的權利 但是你們如此佈置的一個用意 真的要讓社會大眾知道你的用意 我本來想啦 我本來想 國際情勢啊 經濟變化啦 金融科技的衝擊啦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政策啦 還是說我們有些弊案要努力啦 還是洗錢房制 法尊啊 資安 或是五加二產業或是等等 所以我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置 可是到現在都沒有聽到 那當然啊 你可以說這個檢察官不起訴 或是說司法也許沒事 可是行政上 相關親戶案的 有些人他真的是金管會 也有處罰耶 你知道嗎 金管會的金融監理 那這些有爭議的人 我又講名字啦 反正大家都知道啦 我比方說這樣 廖山昌 對不對 那他 他從何庫下來 是因爲什麼 你也知道 那現在回去 現在去啦 去低銀行 那剛剛我又提了一個張運鵬 雖然張運鵬 他也許跟高雄銀行的親戶 他是無關的 但是他去那邊 人家希望說 他去徹底了解 經由他的專業 去了解高雄銀行 有時候 也許這些人真的都沒有犯錯 但是其實他們必須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啊 那我剛剛講的 行使這樣的一個權力 去用人的時候 用意是什麼 沒有辦法給社會大眾理解啊 部長 你可以講行政院核定嘛 可是這個用意你要告訴我啊 是為了金融科技衝擊 為了政府有政策 為什麼洗錢防治 為了法尊 為了弊案 為了ATM 被人家盜領 諸如此類的 是為什麼 這樣一個調動 你可以回答我嗎 那基本上 因為華蘭 因為這個 吳董上任期也到任了 所以 任期到任不是到八月嗎 六月份 六月嗎 那還有一段時間啊 是 那你今天會形成一個事情 是我最擔心的 就你沒有辦法 把用意講清楚的時候 你把廖三艙拿回來了 以後人家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他犯罪或怎麼樣 但是人家會覺得說 原來你用人的尺度是這樣啊 他沒有起訴或怎麼樣 這個人就可以用 會形成這樣一個用人的尺度 你把董那兵 他就去救火救急啊 易營現在也還好啊 在他去那邊領導的時候 那人家會覺得說 這樣的人你把他換下來 你以後換人的標準 就是這樣子啊 也不一定你有過啊 那就可以把你換下來啊 一個用人的原則門檻 會不會因此 這樣被大家檢視 那一個換人的一個標準 也會被大家這樣子 來猜疑猜忌啊 這能有解釋嗎 我就以這兩個 一個換人一個用人 這樣一蹭 不對蹭啊 這個我了解啊 但是因為行政院 有一個綜合的考量 行政院不管怎麼考量 你財政部長總會知道吧 你知道的講出來 我剛才有講過了 我會適當的表達過意見 好 沒關係如果今天在報告台上 也許你還沒有辦法 審慎思量 但是後面一定要講啊 這還包括說 八個異動當中 六個跟台灣金台灣銀 和庫有關耶 你看一下 這怎麼去解釋呢 這不是說私出同門 或怎麼樣嘛 青鴻切寬國銀行 重大的重要的厲害的領導人才 都源出於台灣金台灣銀跟何庫啊 對不對 台灣銀謝副總去土銀做總經理 啊 那個台灣銀黃副總去張銀做總經理 對不對 台灣金的蔡副總去第一銀做總經理 啊這樣的用意是什麼 人才都源自於這裡嗎 啊你何庫 何庫的董事長下來之後 欸一陣子沒事去議員做董事長何庫 那何庫自己的副總升總經理 那何庫的總經理又去土銀做董事長 你這些到底 這是一個布局嗎 還是這是一個什麼 我說行政院合定沒有關係 那用意是什麼 可以講給社會大眾聽嗎 跟委員包括事實上這個 有一部分是因為人才的交流 像以前在趙峰的時候 趙峰的現任的總經理 基本上也是從何庫過來的 那更早的時候趙峰的總經理這個楊李彥 他也是從華南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 韓庫之間的人才的一個交流 我如果說八大關股 互相交流 是 調動 這我同意 但這一次八個名單當中 台銀跟 包括台灣金融 跟何庫就佔六個 卻佔了重要的職位 這並不是彼此之間的 異動互動啊 那像土銀林董事長 就調到張銀去啊 對啊 才佔那兩個啊 才佔兩個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 所以基本上這個 包括那個張雲鵬 跟林中元這樣算才算兩個啊 其他都跟 台銀台金跟那個 和庫有關啊 和庫是 當然了 和庫他的 這個 總經理 調到土銀 這邊來 那基本上也是 就是說 你是大大的讚賞 台灣金控 台灣銀行 跟和庫 你是這用意嗎 他們表現非常好 我其實今天不跟你論說他們的規模 或是說他們相關的一些數據 扯不換 因為也許有政策備合或等等其他的 可是就是光是看這樣一個佈局 真的需要一個好好的一個 明明白白的說清楚 讓社會大眾能接受 能理解 是 也許你現在還在 還在想 沒關係 可以有時間 但是你最後 你還是要 有一個交代 是 謝謝委員 就我個人 你什麼時候呢 因為我代表人民來問證 我需要這個交代 我給你時間 三天 包括我剛問高雄銀行的事喔 我想 一個禮拜好不好 一個禮拜 好 就一個禮拜 我等你 謝謝 接下來請劉建國 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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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委員不在 請中嘉賓 中嘉賓 中嘉賓 中委員不在 處理臨時提案公議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 宣讀臨時提案一案 十二億元 其未對領獎金及納入採券盈餘 原建請財政部 研議將公益採券於統一發票對獎期限 延長至六個月以提高 以其提高對獎比例 提案委員羅明財 真名中 十一方 宣讀完畢 合格委員有無意 有無意 照案通過 今日登記發言委員均已尋答完畢 做如下決定 一報告及尋答完畢 二委員諮詢 為其答覆或請補充資訊 請財政部於一週內 以書面答覆 委員另要求其限者 從其所定 三本日會議議程已進行完畢 還有不在場委員 補提書面質詢 一併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休息 並請這麼說 請客 決定 遁 感谢观看